第2687张原始真经 摸了摸胸口 这等宝物 不是他现在能染指的 一万五千 秋金先帝刚报完价 就有人加价了 能报价一万五千天都必 绝不是普通人了 众人寻声望去 报价的是一名半地强者 羞为恐怖的一塌糊涂 要比柳无邪遇到的那些半地境 不知道强横多少倍 同样都是半地 修为也分三六九等 普通的半地境 也就比巅峰先皇强那么一些而已 有些半地强者 媲美一些低级先帝 连那些先帝一二重 也未必是他们的对手 比如报价的这名半地强者 活了无数年月 冲击好几次先帝而失败 最未成就先帝 但是体内拥有滚滚先帝法则 其为 你不久前猎杀一头太古先兽 贩卖获得两万天都必 这应该是你全部家当了吧 靠近柳无邪这一侧 传出来一道声音 语气中带着淡淡的嘲讽 刚才报价的半地强者 名叫其为 也是天都城修士 其为凌厉的目光 扫向说话的男子 眼眸阴冷的可怕 他斩杀太古先兽 贩卖两万天都必的事情 很少有人知道 看来消息还是走漏了 那你大可加价试试 其为舔了舔心红的嘴唇 此人绝对是一个狠角色 我出两万 嘲讽其为的那名修士 再加五千天都必 因为朱燕的骨头 价值无量 两万天都必 倒也值得 韩子昂跟其为两人 也算老就识了 两人争斗了一辈子 谁也奈何不了谁 要是一方得到朱燕骨头 很快就能打破这种平衡 周围那些修士议论纷纷 朱燕骨头虽好 能拿得出两万天都必的 在场没有多少人 听到韩子昂报价两万 其为的眼神 越来越阴厉 两万一千 其为深吸一口气 这次只加价一千 韩子昂嘴角浮现一抹笑意 跟他预料的一样 其为身上的天都必 最多只有两万五千枚到三万枚左右 我出两万五 韩子昂紧跟其后 步步紧逼 其他修士还没报价 处于观望态度 暂时不想卷入其中 两人都是顶级高手 得罪了他们 没有好下场 除非是先帝降临 才敢与他们搏一搏 两万六千 其为依旧只是加了一千天都必 三万 韩子昂云淡风轻 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浓 但是眼眸深处流露出一丝凶光 别人察觉不出 柳无邪借助鬼谋跟天乏之眼 能感受到 韩子昂也接近极限 三万天都必 绝对不是一个小树木 一般的修士 很难凑齐 一条王脉之中 蕴含的仙晶数量极其有限 讲要开采出来大量的仙晶 需要大量的仙脉 以及王脉才可以 整个天极轩突然陷入寂静 所有人的目光 情不自禁看向其为 想要知道是否继续加价 站在场中的秋金仙帝 双眼微眯 既不催促也不喊价 其为如果没有天都必了 就滚一边去吧 韩子昂这时候不忘打击对手一句 让他趁早放弃 其为双拳紧捏 狂暴的杀意横扫而出 只要拿到这枚朱燕骨头 他绝对能冲到仙地境 论修为 他要高于韩子昂一些 毕竟他冲击过两次 虽以失败告终 但是经验极其丰富 三万五千 还没等其尾报价 右侧区域传来一道冰冷的声音 柳无邪迅速转过脑袋 看到两张熟悉的面孔 正是跟他一起住进客栈的 两名年轻剑客 好恐怖的剑气 众人目光从其尾身上 转移到这两名剑客的脸上 感觉到两股恐怖的剑气 直逼他们而来 让人不敢逼世 欧阳家族的人 人群传来一阵惊呼 居然有人认出这两人的来历 听到欧阳家族 不少人静落寒蝉 不敢开口说话了 连其尾跟韩子昂脸上的表情 变得无比凝重 尤其是韩子昂 这朱燕骨头很快就要落入他的手里 却被欧阳家族横插一角 能让半地强者如此忌惮 这个欧阳家族肯定不简单 柳无邪搜遍了记忆 找不到先见还有一个叫欧阳的家族 能培养出来如此妖孽的天才 家族底蕴深不可测 两人居住在客栈 证明他们并非天都城修士 只是路过此地而已 占玉前辈 你知道这个欧阳家族吗 柳无邪站在占玉身边 暗中利用神识交流 太古家族 招惹不得 占玉只送给柳无邪八个字 至于其他信息 一概不说 柳无邪陷入沉思 能称之为太古家族 传承绝对超过了几百万年 上古、远古、太古、横古、汪古 距离最近的也就是上古时期 如今仙界能保留下来的 也就几个远古时期家族 将太古时期保留下来的家族 几乎都灭绝了 原来是欧阳家族两兄弟 你们可是好久没有来了 秋金仙帝突然换了一副语气 非常客气地跟着两名剑客打招呼 刚才齐伟跟韩子昂相互竞价 秋金仙帝面无表情 这变化也太快了 连仙帝都要给他们两个面子 这个欧阳家族很不简单 欧阳两兄弟朝秋金仙帝点了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 极其的高傲 当然 身为欧阳家族年轻一倍佼佼者 也的确有骄傲的资本 放眼三千世界 谁敢不给欧阳家族的面子 还有继续加价的吗 秋金仙帝跟欧阳两兄弟打过招呼后 朝众人问道 周围那些人纷纷摇头 除非他们活得不耐烦了 敢跟欧阳家族抢东西 最终 这块朱燕骨头 被欧阳兄弟以三万五千枚天兜币成功买到 对于其他人来说 三万五千天兜币 绝对是一笔巨款 而对于欧阳家族来说 三万五千天兜币 只是九牛一毛 这就是底蕴跟身份的差距 绝非靠修为所能弥补 在场比欧阳兄弟修为高的修士不在少数 却没有一人敢站出来竞价 这足以说明了一切 秋为再高又如何 你敢跟欧阳家族为敌吗 左侧那名剑客 拿出一枚储物袋 丢给秋金仙帝 里面装着大量的天兜币 秋金仙帝一招手 朱燕骨头落在了欧阳兄弟面前 交易完成后 接下来拍卖第二件商品 第一件商品就拿出朱燕骨头这等逆天之宝 柳无邪只能望阳心探 之前还以为自己负的流油 到了天都城后 发现自己穷的叮当响 千石倒是还有不少 不过千石这种东西 只限于那些普通仙人 达到仙皇境 唯有仙精才能满足他们修炼 秋金仙帝一招手 一道光束从天而降 光束之中 包裹着一本奇怪的书籍 之所以说奇怪 因为这本书籍 居然用石头锁住 文字雕刻在石板上 看似书籍 实则是一块巴掌大的石头 秋金仙帝 天极轩什么时候 连石头都拿出来拍卖了 中围传来质疑的声音 认为天极宣布地道 大部分人选择观望 静等秋金仙帝介绍此物的来历 这块石头出现的那一刻 天道神书猛烈跳动 怎么回事 天道神书为何如此迫不及待 想要吸取这块石头 柳无邪强行压制住天道神书 以免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可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上面雕刻的也不是普通文字 而是原始真经 秋金仙帝指了指这块石头 对着众人解释道 什么 这竟然是原始真经 听到原始真经四个字 整个天极轩 变得无比躁动 刚才还是平静的天极轩 不到片刻功夫 变成了闹事 柳无邪皱了皱眉 之前从师父天道人口中 听过关于原始真经的消息 原始真经诞生自太古时期 由天地所住 上面的文字 处处充满玄妙 传言能参悟原始真经 就能参悟天地之妙 领悟大道法则 成就万古之身 许久许久之前 人类并没有文字 后来人类发现了许多石头上 雕刻一些奇奇怪怪的文路 自那时候起 人类常年观摩这些石头上的文路 久而久之 从这些文路中 领悟了许多奇妙的能力 其中就包括修炼 而文字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诞生的 文字的形态 最初跟文路相似 后来为了方便辨认 才渐渐地简化 变成如今这个样子 这块石头上的文路 依旧保持最古老的形态 所以上面的文字 一般人根本看不懂 秋经先帝 这块原始真经不对劲 应该是残缺版的吧 靠得尽的那些修饰 目光注视原始真经 发现这块石头缺失一块 并不完整 要是完整的原始真经 天极轩怎么可能拿出来拍卖 这块原始真经 他们不知道钻研多少年了 估计没有什么进展 这才拿出来拍卖 换取天都必 有人倒破天极轩的目的 原始真经一旦出现 必定引起各路强者疯抢 众人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刚才许多人还摩拳擦掌 听到这名修饰叙述 纷纷放下争抢原始真经的想法 连天极轩都解不开原始真经上面的奥秘 他们买下来 估计也是一块费石 用这些天都必 还不如买些有价值的宝物 第2688张扑朔迷离 周围那些人的表情 秋经先帝尽收眼底 并未放在心里 不看好他的人有知 看好原始真经的人同样有知 总会有人认为自己是天选之人 可以破解天下一切秘密 欧阳家族两名剑客并未离开 丝毫不担心有人抢走他们手中的朱焰骨头 解抛开欧阳家族不谈 仅凭他们两个的实力 纵然是半递竟 也未必是他们的对手 柳无邪悄悄开启鬼谋 以及天罚之眼 试探一下 是否能查看原始真经上面的内容 陈时刚依靠近 就被无形的力量弹飞 笼罩原始真经的那层淡淡的光运 纵然是先帝都无法窥视 无奈之下 只好收回两大神谋 其拍价一万天都必 感兴趣的朋友 不妨买回去研究一下 也许能从中领悟不少东西 丘精先帝继续开口道 将周围的杂音 全部压了下去 大家也不少傻子 谁愿意买个没用的东西回去 忘了告诉大家 我能突破到先帝境 这块原始真经功不可没 见无人报价 丘精先帝继续补上一句 果然 话音一落 四周一片哗然 丘精先帝成名几万年 当年他不过一届散修 后来加入天极宣 才一飞冲天 丘精先帝 你所言非虚 韩子昂开口道 作诗朱燕骨头 如果能买下原始真经 同样有希望参悟先帝境 自自示真 丘精先帝表情名重 达到他们这种修为 自然不屑于撒谎 看来这原始真经上面 的确记录了参悟先帝之庙 具体还要看个人 这块原始真经藏于天极宣 无数年 不知道经历多少人 也只有丘精先帝参悟 其中一丝玄妙 我出一万五 经尾报价了 抢在了韩在昂的前面 两万 韩子昂不甘落后 迅速加价 一场无声的争锋 正式开始 柳无邪目光看了一眼 丘精先帝 不愧是堂堂先帝强者 仅仅一句话 就让这块原始真经 价值飙升 引来无数人争抢 自始至终 没有提及他在 原始真经中参悟到什么 丘精先帝的话不能全信 也不可不信 也许机缘巧合 恰好他突破的时候 看了一眼 原始真经 这都是有可能的 两万五 一道陌生的声音响起 声音是从左侧一个角落传出来的 很低沉 听声音年纪应该不小了 众人看了半天 竟然没有找到人 直到众人一点点让开 这才发现 一处角落 竟然蹲着一名邋遢老者 手里还抱着一个大酒壶 吃酒吃农天纵 他竟然也来了 人群传来一阵惊呼声 浓烈的酒气 从拉踏老者身上传出来 勉强直起身体 伸了一个懒腰 将酒壶挂在腰上 瑞丽的目光 落在了原始真经上面 好瑞丽的眼神 此人又是一个高手 柳无邪暗暗说道 他足天都城 发现进入此地 无意不是顶级高手 秦福还有风鸣他们 都买巅峰仙皇境 如今已经突破到半地 跟眼前的酒吃农天纵相比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酒吃 你也要跟我抢吗 韩子昂阴沉地说道 别人怕酒吃 他可不怕 抢 酒吃睁开心松的双眼 瑞丽的目光扫向韩子昂 后者竟然避开 不敢正视酒吃的眼神 你配让我抢吗 别以为你杀了几个人 抢了一些天都必 就可以在这里大放厥词 酒吃自始至终 没有将韩子昂放在眼里 别看他们都是半地境 真正战斗 除了修为之外 天地法宝也是取胜关键 同等境界下 仙器 法宝 仙术 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甚至能左右胜负 酒吃成名的时候 韩子昂还在穿开裆裤呢 难怪酒吃没有将他放在眼里 惨遭酒吃嘲讽 韩子昂气得双拳紧捏 却没有任何办法 酒吃还有一个外号 号称疯子 他要是看好的东西 谁要是跟他讲 他就会跟谁拼命 年轻的时候 因为父亲将他酒壶打碎 酒吃尽一怒之下 亲手将父亲杀了 三万 韩子昂再次喊假 虽然他对酒吃有些忌惮 还谈不上害怕 只要拿到原始真金 就能突破到先帝境 将这些人统统踩在脚底下 秦韦选择了退出 他身上的天兜壁 已经暴露出去了 继续争抢 没什么意义 三万五 龙天纵拿起酒壶 咕咚咕咚又惯了几口 价格飙升到三万五千枚 韩子昂脸色越来越难看 显然他的身价 同样被酒吃熟知 三万五是他的极限 没有办法继续加价了 之前还有不少人蠢蠢欲动 听到酒吃的名号 全部掩齐息鼓 放弃争夺 最终 这块原始真金 以三万五千天都币的价格 被酒吃农天纵顺利买到 拍卖还在继续 但是柳无邪没打算继续留下来 出来的宝物 一样比一样珍贵 留在这里 反而抓耳挠撒 首要任务 还是打听不归老人的下落 辗转走了好几条街道 也询问了不少人 得到了结果一样 并未听过不归老人 拐过一条街道 前方彩灯突然消失了 这片区域 不属于交易方式 公子 我们真的找遍了整个天照区 唯有你要的东西 阴暗角落处 站着三道人影 说话的声音很小 柳无邪凭借天乏之眼 还是能听的一清二楚 迅速顿住脚步 借助微弱的光线 目光落在中间那名男子脸上 竟然是万寿无将遇到的崇公子 废物 两年了 你们竟然还没找到 要你们作甚 崇公子很愤怒 家族花费了大量的资源 才打通了天都城渠道 可以跟天都城商铺做生意 结果倒好 两年了 一点线索都没有 公子放心 我们一定能找到 站在左右两侧的影子 连连鞠躬 恭敬地说道 听到他们一副保证的语气 崇公子这才停止训斥 柳无邪没有兴趣听下去 崇家乃古老是家 尽可能不要招惹 真的招惹了 他也不怕 只是没有必要 万寿无将的事情历历在目 崇家并未找他麻烦 能看出来 崇家得知他真实身份后 有所忌惮 刚一转身 迎面冲过来一道人影 正好撞到了柳无邪 此人慌慌张张 应该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才朝这边跑过来 谁 崇公子他们三个藏于暗处 突然冲过来一人 让他们迅速警惕起来 方便撞向柳无邪的那道人影 连忙说道 八户柳无邪正要转身离开 发现刚才撞向自己的竟然是八户 八户眼角于光瞄了一眼柳无邪 也被惊到了 居然在这里碰到了吴爷 公子 他们一定听到我们谈话了 要不要杀人灭口 站在崇公子面前的两人 迅速掠过来 不能让柳无邪他们泄露口风 恩 崇公子点了点头 等于下达了命令 因为光线较暗 崇公子并没有看清柳无邪的面孔 只能看到他的修为只有先皇三重 至于八户 修为只有先皇一重 更没有放在眼里 崇崇 两道人影 直逼柳无邪而来 柳无邪本就无心撞到他们谈话 不想多事 修 施展身法 消失在原地 你刚才都听到些什么 柳无邪已经逃走 追不上了 两人只好将目光瞄准巴护 崇公子站在远处 不知道为何 他总感觉 刚才消失的那个人有些熟悉 却又想不起来 从哪里见过 光线太暗 而且消失的太快 来不及查看 我听你 妈 八户突然爆了一句粗口 一枚奇怪的俯禄 从他手里打出来 随后 一阵光滑闪烁 八户竟然诡异的消失在原地 难怪当初带柳无邪前往破屋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果然有些手段 亲眼目睹两人逃走 崇公子脸色阴沉的可怕 柳无邪回到大街上 敦会已经接近尾声 大批修士路陆续续离开 谈及最多的还是天极轩 后来又爆出几种宝物 也有几样东西流拍 无人买下 顺着街道 回到客栈 奇怪 崇公子到底在找什么东西 柳无邪刚踏入客栈 欧阳家族两位剑客 跟着他一起回来 没有打招呼 两人跟柳无邪擦肩而过 先行上楼了 摇了摇头 暂且不去理会 从家找什么东西 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 也许是一件宝物 也许跟他一样 也是过来找一个人 回到屋子 街道依旧十分的热闹 许多酒楼茶馆 灯火辉煌 客来客往 柳无邪盘膝坐下 并未休息 既出鬼谋 朝隔壁屋子看去 欧阳家族两位剑客 买到朱燕骨头 身价不菲 要是杀了他们 凭借朱燕骨头 绝对能突破到先皇四重 柳无邪只是想想而已 暂且还不想节外生枝 得罪了欧阳家族 肯定不利于接下来的计划 很难在天都城生存下去 宝物虽好 还得靠自己努力 掠夺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嗡 鬼谋刚靠近隔壁屋子 一股凌厉的剑气 轻松将鬼谋逼退 柳无邪感觉 您玩弓传来一阵疼痛 鬼谋居然受伤了 哥 发生什么事情了 难道有人觊觎我们的朱燕骨头 年龄较小的那名剑客出言问道 好啊 给鱼わ